历史上真正的甄嬛 刚入宫的甄嬛已经死了 臣妾是纽护露甄嬛 历史上的甄嬛真的如此霸气吗 西贵妃纽护露氏 史书上并没有留下她的真实名字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婉婉类青 纽护露氏出身满足湘黄旗 十三岁嫁给四二个 应珍 但由于父亲官知不高 当了几十年的格格都没有晋升 而她的命运 在生下四皇子红利之后 彻底扭转 康熙帝特别偏爱这个聪明的小孙 儿子这么有福气 当妈的一顶补偿 得到上级肯定的纽护露氏 在雍正登基后 稳稳当上了西妃 儿子红利也被立为储君 雍正八年 竟升为西贵妃 而后宫其他对手 年事病逝 西妃失宠 皇后乌拉纳拉氏 也在第二年病逝 现在这后宫 就是我的天下了 等到儿子乾隆继位 贵妃变成皇太后 孝顺的乾隆 为母亲修建寿康宫 一起下江南 去木兰围猎 生日party 大班特办 幸福晚年直到八十六岁 寿中正寝 所以宫斗什么的 根本没必要 生个好儿子就够了